學聯宣布會在今個月22日發動罷課一個星期 學聯說會在罷課第一日在中大舉行大型集會 呼籲市民和學生參加 他們說罷課是希望重新凝聚民間力量 促請人大撤回就行政長官普選作出的決定 他們說如果政府面能夠回應訴求 罷課行動會升級 先罷課一個星期 但這不代表一個星期之後就不會再繼續罷課 如果政府依然對於學生和香港人的市民是莫衷一事的話 行動必然會升級 罷課都必然會繼續展開 我相信政府必須要思考 面對年青人都走出來 否定當今人大決議的時候 政府作為香港人的政府 他今天應該站在哪個身位 究竟他是幫香港人發聲 還是繼續幫中央發聲 我相信政改三民組他自己都必須要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他繼續緊跟梁振英路線的話 他必定會車毀人亡